滾滾凝流倾斜而下 一直蔓延到下方边坡 这是宜兰太阳往热水方向 受泥沙台风共伴效应影响 大豪雨狂袭山区 宜花各地灾情不断 宜兰大同乡牛豆路上 大量土石坍塌堆成一座小山 路面几乎变成一条小溪 目前牛豆桥进行管制 只出不进 从牛豆往一致路段开去 边坡的土石也崩落 造成双向路线中断 一路上瀑布坍坊 碎石散落一地 大排水沟里 土黄色的水流团集 早上九点多 鹰池村不少居民感到不对劲 已经自行撤离 但还有民众留在家里 在等谁 会不会担心 会啊 再转到蓝阳大桥 桥屯下溪水暴涨 几乎快逼近风桥警戒线 蓝阳溪水位暴涨 达到二级警戒 河濱内的球场惨遭洪水淹没 只剩下一半的篮球框 漏在水面上 当地民众说 很久没看到水淹成这样 已经到桥屯了 已经到桥屯了 运动场 球场 篮球场 一大堆的 圆山七咸村西州路旁的大排 水位高涨 淹过一旁的道路 让整座村落都被困在水中 甚至还有居民受困 宜兰清华二路 也有一间民宿淹水 八位民众受困其中 警消驾驶橡皮艇救援 顺利将全数民众安全撤离 另外花蓮二层坪土石摊邦 吉安乡周山路前大雨欣喜 也造成路面严重积水 到达脚踝深度 影下台风没有直接铺台 但带来的强烈雨势 已经让移花地区的民众 苦不堪言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 中市的日子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